好的 欢迎大家如期来到我们的小提琴出击入门教程课堂 欢迎大家的这个入约而至 因为学习的过程一定是持续连贯 然后我们才能对有前期的积累 然后我们才能慢慢的有下面新内容的理解和接受 因为我们这个前半节课呢 我们先来前面的这个几分钟 我先先来复习一下我们上两周 上两次课我们先讲的这个小提琴的简单的一些知识 我们介绍了小提琴的这个上节课基本的它的这个结构 还有一些这个结构的名称 还有小提琴的一些材质 接下来这节课呢 我们要重点介绍一下 大家如何在选择小提琴的挑选的时候 如何选择更好的 发音材质更好的一些这个声音 主要我们小提琴的这个音色是作为首选的 那么上节课我们介绍 小提琴它的结构名称呢 是有一些那个从上而下的顺序 我们去来说的 而且是对琴本身最重要的材料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这个讲这个内容的时候基本上是快到下课时间了 所以说的呢 比较内容介绍的少一些 但是这个内容恰恰对我们挑选小提琴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可以先回顾一下 我们的琴从上到下 它的名称琴头部分 我们可以详细的去今天简单介绍一下 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把它给说一遍 琴头部分 然后下面呢 在琴头部分有对应四根琴弦的弦轴 分别是一弦弦轴 二弦弦轴 然后绕过琴头过来三弦弦轴 下面是四弦弦轴 那么每根弦轴所对应的琴弦 也就是我们的一弦 二弦 三弦和四弦 这四根琴弦呢 按照音的高低来划分 一弦的声音最为明亮 和有穿透力 也是我们小提琴非常音色上 非常富有代表性 和这个歌唱性的一根琴弦 二弦 对是我们小提琴的主音弦 我们在选择这个定音的时候 就是调整音的高低的时候 一般都是以二弦为准的 以二弦为准 这个也叫做国际标准音二弦的名字 然后三弦是中音弦 四弦就是我们的唯一的 这个低音区的 为数不多的这个低音琴弦 那么它的名称呢 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来说一下 按它的 我们先说它唱的名字好不好 我们唱 这几个音节上顺序 我们一弦就是唱作 二弦是 三弦ray 四弦soul 我们再来一遍 咪 拉 ray soul 好的 他们在歌唱的时候呢 除了他们唱出来的名称 咪 拉 ray soul 还对应的 有 就是 自己的有对应的大名 也叫做 它的音名 就是音符 在谱子当中表现出来的名称 分别是 四个英文字母 有没有同学记得可以打在屏幕上 有没有同学记得可以打在屏幕上 嗯 我们一起来说一下 从 还是从这个高音弦开始啊 我们所说的一弦 它叫做 E A D G 好 我们再来一遍 跟着老师一起来说一下 E A D G 这个 琴弦的名称 我们一定要把它给牢牢的记住 这样以后 在后期选择 就是我们在拉小曲子的时候呢 就会很顺利的 快速的找到对应的琴弦位置 我会说 比如说用E弦上的那个手指 我们要找到E弦 A弦 D弦 G弦 好的 这是琴弦 往下呢 小T琴 往下 琴弦会延伸到 我们小T琴在中间有一个白色木板支撑的琴码 琴码的地方 我们可以这样子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琴码位置 它支撑起整个琴弦 起着传递和支撑琴弦 传递声音的作用 非常关键 然后到下面有一个倒三角形的 这个倒三角形的一个拉弦板 把琴给固定 琴弦固定在琴的上方 琴的面板上 这是拉弦板 拉弦板上面会有微调 这个微调也是调整音的高低 有的琴没有 这个没关系 但是大家在学刚开始入门学的时候 我建议可以装上微调 装上微调这样方便我们调音 我把琴挪一下 好的 我们看到在琴弦 我的琴大家能看到 因为这几天拉琴的时候 这个松香会落在上面 有一些白色的粉末 在这个拉琴区的两边呢 有两个像小胡子一样的形状 这个叫做发音孔 因为它有一点像我们那个小写的英文字母F 所以也叫做双F孔 双F孔 小写的F英文字母 所以说这个发音孔 也就顾名思义 我们的声音 小提琴的声音是从这个小窟窿里面 两个窟窿里面传出来的 声音是否有穿透力 很多时候也取决于 当然了取决于我们木质 这个木质的材料是最关键的 而且呢 我们会听到这个发音孔 它是有非常强的这个传递声音的这个效果 如果我们把发音孔盖上的话 我们就会听到这个声音闷闷的 可能近距离的还能听到 离的远一些的话呢 这个声音是就会受到影响 传播出去 在我们右边 小提琴右边这个发音孔 也就是琴马右侧 从通过发音孔 可以看到有一根 一个圆柱形的小木棍 竖在琴马右脚的正下方 一般是琴马右脚 这个位置是可以来回调节的 有一个小木棍 这个小木棍竖在这个地方 位置是可以移动的 这个小木棍呢 也是我们小提琴的心脏部分 它呢 对声音的传递 因为对声音的传递 起着直接的影响作用 所以说 这个小木棍 它呢 叫做音柱 也是我们小提琴最为重要的 一个发音部分 但是在琴里面 它在支撑着我们琴的前面的面板 和我们的背板 就像一个房子的房梁一样 就是顶上 顶在上面 并且立在下面 大家可以在发音孔 如果是有琴的同学 可以看一下自己的音柱 是不是在琴满右脚的 这个正下方 或者是偏厚一些 这就是常见的音柱位置 当然了 这个音柱位置是可以移动的 根据琴的材质 和我们需要想要的声音 它是可以做调整的 但是这个音柱 一般情况下 不建议大家自己动 一定要专业的这个调音师 去调整 大家轻易不要动 因为音柱一旦倒了的话 这就很麻烦了 好 下面我们小提琴的往下说 这个塞托部分在这 塞托 这个屏幕这个镜像 我看着也不是太适应 所以有点反 这个塞托就是我们家琴用的 固定小提琴 就是我们家的琴 在很好的去持琴 加琴的时候 它起一个固定作用的 放在一般情况就是 你放在塞帮子 或者我们偏下巴一点的位置 这个位置根据 每个人的脸型的不同 去贴合 尽可能贴合我们脸部 后面和它对应的 有一个也是黑色的 我这个是大家可以看到黑色的 这个有一个长方形 不是长方形 长红形的一个这个东西 这个叫做尖托 它和塞托的作用是一样的 只不过支撑的位置 不同 它呢 这个是要放到肩膀上 垫在我们肩膀上面 或者是偏锁骨的位置 大家可以 我稍微挪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锁骨的位置 也是 根据人的身体条件不同 去找到一个最好的家禽的位置 当然了 这个监托是可以拿下来 它不在禽上面固定 我给大家取下来 可以看一下 它是不在禽上固定的 这个可以自由的去变化位置 和或者是调换 监托的 监托的这个本身 这个材质 比如说我不喜欢 像我这个是属于是一种塑料 然后塑料监托 或者是它们有那种碳纤维 或者是一些 这些材质的比较轻一些 就加上的话会 感觉很轻盈 当然 还有一种比较好的是木质监托 木质监托它的材质呢 往往很多时候是和背板的 这个木质材质是一样的 一般都是选择于我们的这个小提琴的这个 这个封木 就是背板的木质 这样如果碰到好一些的这个监托材质的话 它有可能会和背板的这个木质的振动 会产生共频 那么对于声音的传递会起到一定的帮助 当然了我们在选择的时候 大家首选还是以舒适为主的 就是加上舒服 不割脖子啊 别人有夹心 哎呀我割的脖子疼了 收不了了 就是不想再往脖子里放勤 那个是不行的 再一个 监托的位置是可以调整的 因为它是灵活的 大家可以看到 我可以把监托调到一个比较倾斜的位置上 我给大家调一下啊 这个脚可以去掉 我可以这样子去加琴 大家能看到吗 我现在把琴放正的话 把琴放正的话 这个监托是倾斜的 就是我琴是正面 能看到我的监托已经是一个弧度了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个方向的这个监托倾斜度 因为我夹在脖子里面 我会觉得特别牢固啊 就是我左手 不影响我左手做任何的这个动作啊 按指按音换把呀 什么动作 所以说这个是可以自由调节 好的 监托 刚才提到了监托的材质呢 我顺便说一下我们的琴 小地形的背板 它会有 你们看到背板 老师的背板呢 是两个拼接而成的 这个有虎皮纹的一个这个形状啊 这个线条 而且是拼接而成的 这个拼接而成的这个木板 也叫做拼板琴 它和 还有一种材质 就是整一块木板 完全是相对应 条理很清晰的这个虎皮纹 啊 中间没有这条 没有这条树缝下来的 那个是整板琴 啊 拼板和整板呢 只有外观上的不同 没有音色上的影响 也有很多 拼接而成的背板琴 音色也非常棒 啊 我们 在 很多大师的这个 制作的 名 名家名琴当中 就可以看到啊 有一些拼板琴 音色也是非常棒的 所以这个是 没有影响 只是说有一些人 我看着一整块舒服啊 不会出现 线条的不对称 或者是 呃 这个这个 呃 美观上有影响 啊 如果大家介意音色的话 就不要以听声音 去挑琴 如果大家 就是介意美观的话 我就喜欢整板的 也可以啊 整板琴也有很多 音色非常棒的 好 嗯 背板的小提琴呢 一般就是 风目和 它和侧板的这个 我们能看到 小提琴侧面这块 木板的花纹 和背板的花纹 是比较像的 所以他们呢 是同一种木质啊 都是丰木而成 而正面的面板呢 哎 这样方正 正面的面板的材质 一般就是 呃 稍微软一些的 这些质地 稍微软一些的 云山木去做的 啊 云山木 我们离近一些 大家可以看到吗 我的琴上有 比较明显的 竖条纹 非常非常细的 竖条纹 啊 这个 这个条纹的 这个竖条纹的 均匀度啊 是 大家注意 跳琴的时候 可以注意观察啊 它的均匀度 是对音色 哎 是有一定影响的 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 嗯 再有一个呢 嗯 大家可以看到 我琴的侧面 有人 有同学可能会好奇 这个是什么 这可以去掉的 啊 是我拉琴的时候 为了保护这个琴 这个琴腰的部分 啊 怕公子会碰着 所以我买了一个 护腰垫啊 就放在这个琴上 可以保护这个琴的木板 或者是它这个漆面啊 不被公子给碰到 或者是刮坏啊 因为我们小提琴 拉这个地方 一弦的时候 公子位置是比较靠下的 啊 如果做一些大幅度的动作 有可能不小心 练的时候会碰到它 啊 所以我买了一个护腰垫 这个东西是 没有什么影响的 它就是保护琴用的 嗯 这个琴的部分 介绍完了 上节课 我们那个公子的部分 我们今天 也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啊 因为上节课主要 任务我们放在琴上了 嗯 但是公子也是非常关键的 嗯 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手里现在拿着这根 又细又长的木棍 上面呢 是一个 我的公子呢 是一个圆柱形的啊 细圆柱 圆柱形的一个 细长杆 我离远一些 大家能看到吗 这个公子从下面 到上面 到上面 它的这个 这个 圆柱的这个 大小是有变化的 偏 离我手近的位置啊 这个地方 我手握的位置 它的木头是比较粗的 慢慢往上 越来越细 看到这个 我现在这个 小尖尖的这个位置的话 这个呢 哦 反过来 好 大家可以看到 我稍微倾斜一点吧 这样子 小尖尖的位置上 这个 这个地方的木棍 是最细的 也就是说 好 我先讲一下啊 讲一下它的名字 最细的位置 在最上面 这个就是我们 小继琴勤工的 工尖位置 啊 尖就是 上面一个小 下面一个大啊 这个这个坚韧的坚 所以说 最上面的地方呢 这个木头 一般是比较脆弱的 大家在拿工字的时候 如果有工字 一定要记得保护好 最上面的这个工间 不要让它 用它去敲 敲东西啊 它不是木头 不是不是木头 就是不是那个木 普通的木棍啊 比如说我方便拿工字 我去挑一下什么 或者是 什么东西够不着了 比如衣服啊 或者是 挂得高了 或者什么东西 够不着 我又拿工字去挑吧 挺长的 这个不建议大家做这种 有害于工字的这种行为啊 因为我们看到 这个工间 首先说到一点 讲工间部分的时候 我们首先说一下 工字的安全性 要学会大家 首先要学会保护 我们的小继琴 琴的部分还好啊 主要是工字一般 情况下 这个地方断裂的是 非常多的 很常见 离我们工字最上面 这个工间部分 大概一指的距离 这个是工字最细的部分 好 最上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工字像一个三角形一样 正三角形 最上面 白白的有一个 这一般是这种 这种塑料啊 或者是一种 那个那个 比较好的那种塑料材质 跟工字贴合在一起 啊 它有个正三角形的 这个形状 然后顺着下来 工字会越来越粗 离我手 我们一般拿工 啊 握手握工的地方 这个地方木头 是最粗的 好 我们看到这个 呃 工字这个木棍 首先讲它 它是对我们 拉琴 呃 运工 来说 呃 声音的好坏 起着最直接的影响作用 所以我先讲这个木头 啊 小低筋的琴工 一般来说 比较好的琴工 都是 是由这个 呃 苏木啊 一般是产自巴西 那个地方 但是现在越来越少了 苏木的材质 会多一些 好的琴工啊 还有一些是 檀木也会有一些 啊 现在用的 就是在初季琴 大家住门的时候 可以选这些木头 啊 会多一些 呃 好的木头 好的苏木工呢 拉起来是比较轻盈 而且是比较 这个音色上 是比较有 呃 凝聚性的啊 声音比较有立体性 而且是 在做各种右手运工 运工这个动作呀 技巧的时候 是很容易就 做出来了啊 比较有助于我们去 更好的去掌握这个 右手方法啊 拉琴的方法 呃 所以说 这根长木棍 它的材质是 直接对小提琴声音 是产生影响的 啊 这个木棍呢 它就叫做 琴的 弓杆部分 啊 下面我都说它名字了啊 这个弓杆 呃 就像杆 就是那个电线杆的杆 一个木字旁 右边一个 哎 这个 呃 这个这个干活的干啊 啊 宫杆部分 宫杆部分的 下面 就是我们的 直接拉弦用的 白色 大家可以看到 细细的 这个白色的 宫毛部分 啊 这个地方是宫毛 现在能听到吗 可以了 可以了 啊 那可能刚才信号 我没有动 可能信号上 传输上 不太好 好的 那我继续吧 好 这宫毛啊 还有的别名 叫做马尾毛 根据它的这个名称 我们可以判断出 它的材质 适合 马 马 就是这个 我们骑的这个马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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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它的尾巴 上面的毛 是有关系的 啊 一般情况下 好的是选用好的 这个材质的马尾 去做成的 也有很多 就是 呃 小朋友在入门的时候 拉的一些 它是有一种纤维 去塑料纤维 去合成的 因为 没有那么多 马尾 好马尾 让我们去用 呃 所以说 这个宫毛呢 大家在选的时候啊 尽量选择是白色的 这个宫毛啊 颜色有差别 还有黑色的 呃 有其他颜色的 不建议大家挑选颜色 重的 一般拉出来的时候 这个声音 杂 杂音会比较重 啊 白色的宫毛 一般这个质地会 更好一些 声音会更干净 啊 这个宫毛部分 和宫杆部分 宫杆部分 这是对我们小地形 运工上 起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 下面 往后 我们来 可以来看 这个在 宫子的 最下面 就是我手握 这个位置上 就是我们 宫子 啊 我们宫子 这个地方 收尾的地方啊 也是叫做 固定宫毛 地方 有一个黑色的小木块 啊 长方形的小木块 这个木块呢 是我们马尾箱 哎 集中的地方啊 这个 这个宫毛 需要我们用很强的一个拉力 把它给提 啊 拉在一起 紧绷起来 然后 剩下多余的 要长出来一部分 要卷在这个马尾箱里面 这个小木块 大家可以离近一些 啊 这个马尾箱 是用后面 我在拧的这个螺丝啊 它是由螺丝去控制 马尾箱 的松紧程度啊 马尾箱紧起来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宫毛 我这样说一些 宫毛会离开 啊 我再放稳一些 宫毛会离开 宫杆 大家看到吗 我在拧动这个 螺丝钮的时候 啊 现在这个宫毛和宫杆之间 已经距离很宽了 在中间的地方 宫子最中间的地方 我大概能塞进去一个手指 啊 一个小手指 大家可以看到 对 这个小手指 这个距离 到这个程度的话 是我们宫子调 调节的比较合适的一个 啊 运功距离 如果说 我们在不拉琴的时候 啊 不拉琴的时候 我就可以拧动这个螺丝钮啊 宫子末端这个螺旋钮 把它反方向拧过来 然后刚才拧紧的宫毛 就可以松开 大家可以看到慢慢的 它会 宫毛会贴合着宫杆 并且 宫毛会 散开 大家可以看到吗 这宫毛 我就很 很容易很轻松 就把它给拉开了 它会看到一根一根的啊 分离出来 而且是我 放得足够松的话 它就会这样子啊 晃动开 这个其实和二胡的公子是一样的 如果群里面有学习二胡 或者弦乐类的这个同学的话 啊 大家可以有公子同学摸过 就知道 这宫毛在演奏的时候 我们演奏小提琴的时候 是需要把宫子末端的螺旋钮给拧紧 紧的程度 以什么为标准 老师再可以再说一下 以宫子 我们能看离远一些啊 正中间的中间位置 中宫位置 在这儿啊 中宫位置能塞进去一个小手指 不要以大拇指为标准啊 以小指为标准 刚好放进去一个小手指的距离 就一个小指的厚度 就可以了 塞进去就可以 千万记得宫毛不要上得太紧 啊 不要上得太紧 不要拧着崩着 把宫毛跟宫子就成这个形状啊 这样子是非常不利于 宫子的一个良好这个发音啊 运宫呀 发音呢 包括 这个宫子本身的这个质地啊 很容易就用坏了 第二点呢 就是我们在就是拉出来的这个 刚才说的这个声音啊 刚才声音上是非常有影响的 这个声音就不太好听啊 听起来声音会特别的有些刺耳 所以说宫毛的松紧非常关键 好 调节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进行演奏了 当然了 如果有同学拿到新宫子和新琴的时候 如果直接把宫子给拧好 放在琴弦上 它是拉不出来声音的 有没有 不知道有没有同学试过 为什么不出声音呢 因为宫毛 它再没有听过 松香的 这个松香的摩擦的话 这宫毛就像我们头发一样 是非常干净和光滑的 就是刚洗过头发 其实非常干净光滑的 所以说这么光滑的 这个质地 放在琴弦上 它是没有摩擦力的 基本上没有太强的摩擦力 所以说声音 是没有摩擦力的话 它就无法有效地引起琴弦的振动 振动 晃动 所以说 没有这个物体的振动呢 它就很难发出声音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 拿到新宫子同学 需要在宫毛上 一般是自下而上 就是 从马尾箱的位置 到宫尖的位置 均匀地要 让张老师聚下酒 让张老师聚下酒 把老师 好的聚焦好了 好了 那我们 好 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 稍微 紧张一点 我还是这样吧 先把这个 因为上节课呢 我们把这个琴的部分 讲的比较多啊 我们 在简单 剩下两分钟时间 先把公子给复习一下 我们的公子有 马尾箱 公毛 公杆 其中公杆的材质 是对我们小提琴演奏起的最为重要的 一般是选择巴西的苏木是比较好的一种 比较好的 比较好的一种材质 巴西的苏木 大家在挑选公子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公子的材质 另外呢 注意在不演奏琴的时候 小提琴的公子最上面的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一个正三角形公尖的部分 大概周围啊 它下面一指的距离 这个地方是公子最脆弱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学会保护我们的小提琴公子啊 因为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木头是比较细的 很容易在这个地方断啊 不小心我们太用力的去抵 用它顶东西或挑东西 或者是敲打什么东西 它可能就断成两半了 所以说在所有小提琴 就是说我们在保护琴的 这个上面的是公子 首先公尖的部分是最脆弱的 是列为首要保护对象 然后呢 下面就是公毛的部分 公毛我们可以用 公子最下面的这个尾端的这个螺旋钮 就是顺时针或者是 顺时针或者是这个逆时针 去调节公子的松紧程度 一般通常情况下 是以公子最中间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吗 最中间的位置 以它为一个 以它为这个位置为标准 我们用每个人的小拇指 小手指 指度的部分塞进去 刚刚好 刚刚好放进去 而不要用力去塞的话 那就是太紧 太近了 我们需要再拧紧一些 调节一下这个位置 让公毛适当离开公杆 正好放进去一个小手指 这个公子的松紧程度就可以了 我们就可以去演奏了 好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公子需要上上 打上一定的松香 让公毛沾满松香 在琴弦上才能拉出声音 让琴弦产生更大的摩擦和振动 这样琴弦才能发出声音 我们声音主要是以 首先是物体的振动 作为一个基础的 所有的声音是通过振动去传播的 好 下面这个松香呢 一般大家就是在选买的时候 是比较容易挑的 刚开始大概就是松香 尽量是在 小匹小匹了 这样好了吗 好可以了吗 可能是信号就断了 这个 就是刚才我们说到松香了 大家一定要记得 买琴的时候 要记得拿松香 这个松香一定要有 图板公子才能拉出声音 松香没有什么太复杂的 我们就挑选一些干净的 就是这个上起来是 比较容易上在公毛上就可以了 别的觉得松香上了半天 它没有附着力 不沾公毛 很费劲的 一般好的松香 需要来回几十下就可以了 对于新工资就可以 我上满拉琴 好的 下面呢 我简单的说一下 因为今天也是 虽然这个网络不好 但是我要给大家 还是要希望给大家 讲一些有用的知识 我们今天中年 本来是要讲小匹的挑选 所以说 简单提一下 小提琴的这个挑选呢 大家在选择的时候 因为小提琴本身的这个材质不同 所以它的档次 这个价格差别是非常大的 它不像钢琴 钢琴我们需要就是入门 大概就是首先得 几万块钱的好一些的 然后慢慢慢慢 就是十几万几十万的 然后就是 它有一个起步 是稍微高一些 但是小提琴的这个 挑选的时候 价格差别是非常大的 好的贵的小提琴的价格 是远远超过钢琴的 而且是有一些 它是不出售不卖的 是作为收藏价值的 是提供给一些 很有名的世界级的演奏家 去使用 而且他们是有使用期限的 就是这个琴用完 我们需要交还给某一个 这个收藏 收藏家协会 或者是他们这些 个人收藏的一些 一些人手里面 所以说有这些好琴 是不具有买卖的 这个价格的 剩下的琴呢 有几千万的 几百万的 几十万的 十几万的 几万块钱的 几千块钱的 几百块钱的价格 都不一样 通常情况下 小朋友在选择的时候 我们要提小朋友呢 因为每个小提琴的 这个型号是不同的 小朋友在入门的时候 大家可以选一些 稍微价格 稍微便宜一些的 因为小朋友还在长身体 他会越来越 随着年龄的增加 长高的时候 还需要根据身高去 调换不同型号的琴 会换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一般情况下 我们小提琴 有四个型号 通常情况就是 有四一四二 四三四四 四种型号 当然有一些 现在呢 就是比较注重孩子 音乐启蒙的一些家庭 在孩子可能 两到三岁的时候 进行这个小提琴启蒙 那个时候 孩子很小 那个我们就需要 选择一些更小的琴 有十六分之一的小提琴 或者是 慢慢的 再大一些 就是四五岁的小朋友 就是八分之一的 十分之一到八分之一的琴 再往后就是四一 随着身高吧 然后到四二四三四四的 我现在拉的这个琴 就是我们的成人琴 也是演奏琴 如果是大人挑选的话 就不用犹豫 我们就选最大的这个型号的 四四的小提琴 首先型号的 就是大小上 要有一个判断 不要选择小琴 因为 小提琴在发音的时候 它跟它的个头大小 也是有关系 肯定琴 稍微大一些 它的声音共振共鸣 声音会好 另外我们大家 因为这个是 这个成人 一般情况下 我们的身高距离啊 就是四四的琴 是最合适的 演奏起来最舒服 还有一种情况呢 如果是 就是女学员 女同学在学的时候 虽然是成人 假如说 身高上 这个稍微 个子稍微小一些 比较娇小的一些女同学 就是成人在选择琴的时候 可以去选择型号 偏小一些的 因为它在拉大琴的时候 会有一定的限制 这个不管是 手指距离啊 包括我们的手臂长短 在挑选的时候 都会有限制 所以说 还有一种琴呢 就是介于 四三和四四之间的 这种型号 这个 这种琴 一般是定做的啊 个头偏小一些 一般是定做的 那么怎么 首先来说 怎么去挑选琴的大小呢 大家可以 在选琴的时候 把这个 琴放在自己脖子下面 就是放在自己这个 就是腮帮子啊 和左 腮帮子和左肩中间的位置 把它固定 先固定到这儿 然后伸出自己的手臂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胳膊 我离远一些 伸出自己的手臂 把手臂伸直伸开啊 肘部一定要打开 打开的时候 让我们的琴头部分 正好对应手掌心的位置 那么这个琴 我们就是最合适的 或者是可以拉的 或者是手掌心稍微靠下一些 这个位置是最合适的 当然了 那成人的话 你看胳膊长短 有些胳膊长一些 会超出这个距离 也是没关系的 或者是有一些 就是男同学 成人就是男同学 或者是男同志 他的胳膊更长 或者手指更长 都没关系 那样他拉起来会更方便 因为这个胳膊长 手长是一种 就是我们在演奏 这个乐器上啊 它是一种优势啊 但比如钢琴小地形是优势 所以说 我刚才说的这个 琴头在掌心位置 是一个最低的标准 一定要到手掌心 假如说不到 在这儿 或者是手指尖当够着 或者是在这个 勉强到手心 那么拉起来 这个琴的话 会有一些吃力 或者是把不住 所以说 这个时候呢 大家可以适当地 选择型号 偏小一些的琴 大家 就是挑选琴的时候 可以做一个参考 把琴放在左肩 和左塞的中间 先放在这个地方 不用加得特别牢固 然后打开自己的手臂 去衡量琴头 跟手的距离 只要它 我们的手臂 超出琴头 或者是至少在掌心位置 这个琴的大小 都是可以选择的 这是我们首先 挑选琴的一个 型号的一个参考标准 那么公子呢 一般在 就是大家选琴的时候 一般情况下 都会配有 这个小提琴的公子 这个公子的材质 和琴的这个 价格档次呢 是一般相对应的 就是 如果说大家有 喜欢收藏的 提到这个了 因为小提琴 好的琴 是有非常具有收藏价值的 它可比收藏 这个什么 就是以前 应该是 哪一年代的时候 特别流行 这个收藏 这个什么 什么木头的家具 可比那个值钱多了 因为这个除了 有收藏价值 艺术价值 各方面的 都是非常非常 就是有 具有长远的意义 那么 有一些 好一些小提琴 它呢 对于小提琴 琴工的 这个调配啊 这个可以 就可以灵活一些了 有一些好的琴 或者是定做的琴 它的公子呢 一般可以自行选择 或调配 也倾向于 偏好一些的苏木公子啊 呃 通常情况下 买琴的时候 会配的有小提琴工啊 小提琴 呃 这个 监托 还有松香啊 这是我们 演奏的时候 必备的东西 可以 呃 配好 呃 当然了 呃 在大家出席 入门学的时候 我们 以成人琴 选择好呢 下面就可以 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 自己的个人 经济条件啊 经济情况去 尽可能选择 满意的小提琴 就是音色声音和 拉起来的舒适度上 啊 呃 因为我们的声音 小提琴的这个声音呢 首先要干净 细腻啊 拉起来 听着没有太多 没有杂音呢 而且这个 呃 这个 琴握在手里面 一般是比较轻的啊 不要太重的啊 这个木质的 就需要 有一定时间的 风干 啊 如果是太重的 那些心琴 往往声音是缺乏 共振和穿透力的 嗯 剩下的 大家可以在挑的时候 看看这个琴的外观 啊 比如它的这个线条 是不是做得 非常的 对称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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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